紫微斗树透过三方式镇 诠释圆满人生的架构 你真的知道三方式镇是什么吗? 三方式镇在斗树里为什么这么重要? 学习紫微斗树的人 很少没听过三方式镇的 古人根据对生命的观察 而将它们创造出来 它们在斗树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这次三门老师会用不同于命理的角度来诠释 这种说法也是老师在网络上第一次的发表 古代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概念 认为所有一切都是模仿天的运行而来的 上到皇帝 下至文武百官的人事制度 也是对应天上的新城 古提出了盖天说的理论来证明天是圆的 这是观察太阳与月亮相对关系发现的 大凡形容与天有关的 几乎都是以圆为概念 静止不动的大地 则是方的概念 因此也叫做天圆地方 古钱币造型的外圆内方 也是来自于这样的想法 进而延伸为人的处世哲学 同样的概念也隐藏在斗树的十二宫中 十二宫代表了一天的十二时程 一年的十二个月 或是人生的十二件大事 地支一到十二代表一个圆 天干的一到十同样也是一个圆 代表地支的十二宫 同时可以被三和四整除 说明了这十二宫 是可以被三方和四正所诠释的 三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三门老师开始学习斗树时 对于凡事都要从三方四正看起 感到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发现 原来三方四正与我们人生的规律有关 在此特别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三方 斗树中的三方 是个夹角六十度的等角三角形 不论在东西方的神秘学中 都是很神奇的数字 不管是古代哲人兼数学家的毕达哥拉斯 或是古埃及金字塔 总是在讨论三这个神奇的数字 而这个三角形 古人就是用来找出圆周率的 自然也是用三角形来解释圆是什么 在斗树中 以命盘十二宫的三个端点 直接称为命、财、官这三个宫位 若是谈论到树时 更可以深入探讨一、五、九 与河图洛书之间的关系 有时候我们说三方 有时候又称三合 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地之三合 三方是正圆形中的三个点 这代表着人世间所有的关系 都在这简单的三角形之中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三角形 来解释许多人生的关系 因此三方也代表了 与人有关的部分 三角形只有180度 相对于圆满的360度 只是一半而已 若要看到整体 则要在三角形的底下 放上一个镜子 现在看起来才是真正的360度了 北派指挥斗树的三方 是用来解释人生的变动 或者是动态性 因此这三方就表示了 这三个公位彼此之间 有动态性的平衡 只要平衡之后 就能画出一个圆 能量永远在这三方中 互相传递 观察时 永远要把这三个公位 合起来一起看 才有办法看到一个 完整的解释方式 这就是三方 为什么也可以称为三合 北派认为三方的关系 叫做后天的动态变化 这个后天代表 生而为人的选择 三与四的观念里面 包含先天与后天的前世 在论命与推理上 很注重先后天的关系与层次 后天的动态变化 代表我们人生中 各种行为与波折 南派只为斗数的论法里 三方对于一个人的影响 更是重要 若是里面 还有煞心的话 则对人生产生更多的破坏性 比如我们常说 沙破狼的人 命格多波动 变化较多 主要是因为 沙破狼的三方 就是这三颗心的组合 充满了变化与不定性 若是加上了秦阳 或是陀螺之类的心药 更是胸上加胸 所以命财官这三个工位 在这些新城的交互影响之下 整个命盘 一下子就变得复杂起来了 市政 市政位讲的就是一个正方形 内角合为360度 相较于三方的180度 更能解释圆满的逻辑 三方市政的关系 也一样有太极与阴阳的概念 我们可以想象市政位是房子的地基 是建构房屋的四根梁柱 或是代表涵养万物的大地 在北派斗数中 市政代表稳定的静态能量 与三方代表人生的动态能量不同 一静一动才能完美的解释 阴阳与合一的逻辑 三方市政所解释的正是还原了天的概念 斗数的基础是建构在天地人的逻辑底下运作的 市政位为静态的体 代表本来的原本原始的状态 是承载万物的土地 是禁止不动的 可以当成本体来看待 有了应用之后 这个本体才能进一步发挥它的功能 比方一棵大树 具有许多的可能性 此时的大树既又是本体 也是作用 这代表了阴阳与一体 有一天我们把树木制作成一张漂亮的桌子时 体的概念就被转换成用的观念 此时的用就是桌子 而体仍是树木本身 我们的生活周遭都是这种体用之间的展现 人生中的基本框架 市政的体与三方的用 是组合我们人生中的基本框架 三与四的变化 也带出了斗数十二宫 北派斗数的市政位与南派不同 北派的市政位是命迁子田 南派则是命财官迁 从这里可以看出 同样是指围斗数的体系中 看待外界现象的切入角度的差异性 在北派的逻辑里 市政位是以我们所讨论的公位为主而产生的 三方也是 因此三方与市政的重叠的位置 就是命宫 可以解释为 命宫既是三方 又是市政的起点 也是人生的太极点 是一 所以我们在论命时 除了应该观察动态性的三方变化 也应注意到市政是否有变化 由于市政为体 为先天 即使从三方看起来非常的好 但市政的位置有问题时 不免有一些内在的隐忧存在 可以理解为 当一个房子在外观上看起来很漂亮 且生活机能与用料都很好 但当时施工的品质 与工人的素质 也会影响到这个房子将来的安全 这种考虑 就是基于市政的体 虽然市政有问题 也因为是静态的特质 因此不代表会带来立即性的变化 影响上是非常隐为的 直到时空走到了发生的时间点 将会产生毁天灭地的破坏性 如同土石流一般 凡事会忽然发生大事的 通常都是这种市政有问题的结构 从人生的角度来看 市政位指的是命、牵、指、田之间的关系 此时的牵移工 代表了我们人生中 向外看去最重要的位置 是我们命工的正前方 只要肉眼看得到的 几乎都可以被归纳到这个位置来讨论 牵移工的意义代表了变动 如果再结合意义经来说 牵移工就是礼仪的方位 讲的就是你的眼睛 或是眼睛所看到的 也就是佛教所说的社界 若再说下去 会越扯越远 有点离题了 但这无非是要告诉各位 由于南北两派 不约而同的把牵移工 纳入了市政位 牵移工当然站着很重要的位置 另外 北派斗书中还有两个工位 就是田宅工与子女工 田宅工讲的是自己的家 若与子女工一起谈 就叫子田县 或是家族之间的事 当然也可以谈桃花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 市政位就可以简化成 命迁县与子田县的关系 命迁县可以谈 自己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关系 子田县可以谈 家中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我们人生 很重要的基石 讲解完了 接下来 就举一个命令来解释一下吧 离婚命盘的分析 这是男命离婚的命盘 要讨论这张命盘时 我们将主题设在夫妻宫 来看婚姻格局的好坏 要看婚姻美不美 直接就以夫妻宫为太极点来观察 夫妻宫内的星辰 有五曲森年鹿 和贪狼森年拳两颗星 这代表 夫妻宫有森年双向 很好啊 代表会结婚 又刚好重叠大线福德宫 暗示了这个大线有婚姻的问题 原因是 夫妻宫的三合位 其中一宫也是福德宫 三合的两宫有重叠时 则加强了相意 此时 人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事 直到我们在观察到 同样是三合位的迁移宫 有字化录的情形时 才能确定三合的位置 就已经产生了破相 接着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市政位 夫官 妇吉 这是个宫位 父母宫有天良生年科 还不错 看起来会结婚 父母幼字化记 就代表 命主不要小孩 因为 父母字化记的关系 也代表了 父母宫的宫位 与子女宫之间 有了变化 产生破相的问题 市政为题 有问题的地方 就是父母 实际上 可以讲的是 男方的父母 不喜欢女方 也可以解释成 这个婚姻的形式 有问题 甚至是从 结婚到 拿到结婚证书的过程中 都有很多问题 这是父母公告诉我们的事 从这个宫位来看 说明了 婚姻的静态格局 已经有了裂痕 综合三方 与市政来看 三方为用 三方是 夫 千 福 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的相意 且是代表 人的后天行为 带来的影响 简单的说法是 夫妻公 本来有 生年路 和生年权 同工 论为 可以结婚 即使市政 父母位 有问题 后天人为的调整 还是可以修正 先天不好的格局 所以解释为 虽然不美满 但也不会离婚 直到我们看到了 迁移公 有一个自化路后 所有的事情才开始 株扬变色 让后天的三合 也开始产生裂痕 而崩解了 因此 当我们观察到 三方与市政 都有这样的问题后 就只能等着时空 走到迁移公那一年 自然就离婚了 这也告诉我们 三方与市政的不美 在命盘中 本来就蕴含了 如此大的杀伤力 动脑时间 题目一 哪个宫位不是 夫妻宫的三方 A 福德宫 B 夫妻宫 C 关路宫 D 迁移宫 答案是 C 关路宫 夫妻宫的三合位 是夫妻宫 迁移宫 福德宫 这三个宫位 很简单吧 所以当然 关路宫 这个答案是错的 题目二 以下哪一种状况 才会让婚姻 产生严重的后果 A 三方市政 有破相 B 夫妻宫 有生年纪 C 夫妻宫 有生年双相 D 兄弟宫 有字化 答案是 A 三方与市政 有破相 A 是婚姻的结构 已经产生问题了 随时来个事件 就像土石流 一样的崩溃了 所以 答案是这个 B 的夫妻宫 有生年纪 是不会让婚姻 有问题的 若是同时 夫妻宫 又有字化剂 才会有 立即性的危险 C 在夫妻宫 反而代表 会结婚 即使吵架 也不会离婚 因为关系 很紧密 D 的兄弟宫 有字化 顶多解释 夫妻间的 沟通不良而已 还不至于 会有多严重的后果 题目三 哪一个不是兄弟宫 三方市政的 其中一宫呢 A 田宅宫 B 福德宫 C 疾恶宫 D 迁移宫 答案是 D 迁移宫 兄弟的三方是 兄弟宫 疾恶宫 田宅宫 市政是 兄弟宫 奴仆宫 财博宫 福德宫 迁移宫不在 这两组之内 因此 答案就是 D 节目又到了尾声 三方市政的重要性 虽然是基于 十二宫的概念 但又是以 一组一组的逻辑 互相解释的 希望今天的影片 能透过三方市政 与简单的论命过程 让大家对 北派指挥斗数 有更多的认识 好了 节目就到这边 喜欢我们的频道的朋友 也记得按赞 订阅与分享 最重要的还是要 记得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就下周见 拜拜